海岸边一大片都是枯枝跟一堆垃圾 有塑胶带有瓶瓶罐罐 不只岸边沙滩上也被堆得满满的 这里是小琉球花瓶岩 这一次渡苏雷台风过近西南海域 海上的强风大浪 把大量的海漂垃圾往岸边推 导致这个著名景点狼藉一片 可能得花上几天的时间来清理 很惨的还有这边 卷起库管走在水里 水深都到了成年男子的小腿肚 不过这水已经退了些 前一天水深极西 批为是哪里的细水池 这里是台南北门的双春滨海游气区 整个区域一大片都淹水 整条木栈到泡水里 而且才短短几天就已经泡坏了 怎么游气区里会有水 这水来自这里 海水一路冲进去 就因为杜苏类台风海上发威时 强劲的浪潮 冲破了北门双春海岸沙洲 整个破口有十二米宽八十米长 简直是直接开了一条新水道 让海水倒灌进游气区 台南北门双春海岸线南北 分别为集水溪与巴掌溪的出海口 海岸防护是河川局全责 沙洲保安领署领馆处管辖 在获得修缮海里几个单位 共同会刊研议后才能进行 只能说杜苏类台风走了 却也留下不守等着收拾的残局 华时新闻刘汉胜周军平谢雨昕 台南屏东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时新闻的YouTube频道